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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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眼前也突然出现了个人物包子 这几个人 风云际会地都聚在包子湖前面 包子湖的老板是王六 收留了他们 并决定将包子湖改成为客栈 名为江湖客栈 一群被江湖遗异器的人物聚在一起 顿时变成了江湖 一对甜蜜的侠侣在客栈中中了前世精深散之毒 客栈难辞其旧需要帮忙解毒 下此读者唯一神秘客 是新崛起的武林用毒高手 身份神秘 而能解此读者 则是享誉江湖数十载的东药 然而东药在江湖素有见死不救的称号 客栈的人们费了九牛二五之力 才终于让东药愿意出手救人 东药终于解了二人之毒 却让神秘客找上门来 神秘客扬言要与东药决斗 但是东药无心争夺虚名 神秘客放话 未时以前一定会有人中毒 如果东药解不了 全部的人都得死 还好啊 霹雳化鼓散只是一般等级的毒 咱们医药箱里面就有现成解药 否则就惨了 那是小肥吃了五分血药才好的 我还好痠 我还好痠 怎么一直拉大侠脱缸不好看呢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不知道那个吸毒 把最毒的毒药藏在我们客栈什么地方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性 我们千万不能钓与清心 嗯 依我看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去哪儿 我肚子饿啦 我要去厨房煮东西吃 别动了 你们忘了 前两天那两个人是怎么中毒的 对 对 那个吸毒啊 早就已经去过我们的厨房了 搞不好里面有什么质材 他比我还要清楚 我就说嘛 你也别那个什么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这儿待着吧你 可是难道我们就要这样饿肚子吗 姐夫 那个吸毒说喂食之前 我说对了耶 我之前都说磨 哇 厉害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 你这白木妹 所以我说啊 喂食之后 应该就比较安全啦 可是他讲的话 难道就能相信吗 我告诉你们 现在更惨的是 吸毒已经不听人讲话了 东药又给跑了 现在我们真的要是有人 不是 中毒的话 那谁来解啊 我 我 可以嘛 我就说 是预防剩余治疗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不要 中毒才好 太有道理了 我 别走 去哪 茅房 憋着 茅房可能有毒 茅房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毒 它可以在你草脂上下毒 你的想象没有多惨 我大意 饿死了 别动 先喝杯茶解解饿先 别动 又怎么了 茶里面可能会有毒 不要拍 衣服上可能有毒 受不了了 我饿死了 别动 空气可能有毒 怎么了 我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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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饿死了 又不是比赛 你这个白木妹 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去翻翻书 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之道 别动 书上可能有毒 那我用筷子翻 别动 筷子可能有毒 那我用布擦一下 别动 不可能也有毒 那我去洗一下 别动 水里面可能也有毒 我瘦掉了 你什么都说有毒 我还没有被毒死 就先被你吓死了 气死了 我现在肚子饿了 我要去厨房煮东西 王老六 你活力了是不是 就跟你讲说厨房里面可能会有毒 你想害什么大家 厨房有毒怎么样 那大不了被毒死嘛 那现在还没有被毒死之前 我已经被饿死了 气死我了 你不要怕我 你要去吃东西 你不要怕我 我要去去的 你不要管我 不要 快闪 你们两个简直不就家 我太过分了吧 那怎么能呢 快吸 你不啦 你不啦 快救人 好救人 好救人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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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板 老子刚刚晕过去了 头怎么这么昏呢 老板 没什么好看的 你不要看了啊 没什么好看的啊 今天不做生意了啊 老板啊 你 你 你脚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啊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的妈呀 老板 你没事吧 姐姐 怎么回事啊 姐姐 你 你的声音怎么像个男的啊 有吗 我爱怎么说话 就怎么说话 完了 完了 老板 好可怕 不要怕 我保护你啊 完了 完了 她中的是阴阳怪技粉 男的讲话会变成女的 女的讲话会变成男的 她有点像我们江湖上的比利大侠 对 对 你看 就是你 什么东西 要不是你一直往厨房里面跑 老娘我会中招吗 哎哟 你怎么这么凶啊 要不是我把瓶子撞翻的 还不是因为你动作太粗鲁了 毒气才跑出来的啊 我 我听你放屁 我听你乱说 我听你胡舟 你再乎赖我 小心我咬你 我 我就咬你 怎么样 你跑 你跑哪里去 你告诉我 你跑哪里去 啊 就是要跑 就是不理你 哪有女人那么凶啊 你 你不要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王老六 我打死你 这怎么办啊 王老六 我问你 我嫁给你之后有什么好处 钱赚多了吗 身材变好了吗 奶子变大了吗 奶子变大了吗 怎么样 你看到我做吗 手脚发麻 我走快手望就是比你们的太大 江 我嫁给你之后有什么好处 钱赚多了吗 身材变好了吗 奶子變大了吧 怎麼樣 我殺了你 好可怕喔 我保護你們 你抱很久了吧 應該快好了 最後還要丁香七跟前 什麼東西啊 我看看 丁香七跟前 丁香七跟前 屋頭一兩 屋頭 屋頭 弗林手屋丸兩顆 你拿兩顆屋丸過來怪怪的 這個蜈蚣一隻 你拿去 你拿去 真討厭 天山雪蓮一朵 我沒有這種東西啊 拿蓮藕代替成不成 那趕快 然後 絕情花瓣兩片 那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這兒哪有那種東西啊 花椰菜好了 千年老三人生一隻 這裡有阿里山的人生 代替一下吧 阿里山 在蓬萊仙島 以前叫宜舟 直航了嗎 還是要從廣東那裡轉一下囉 頭髮少許 我來 好 來來來 沖了沖了 沖了沖了 這樣真的行嗎 這個按書中史事啊 將此菸蒐集起來 就成實話實說迷魂菸了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這也不算什麼下流的招數啊 只是讓吸毒自己 招出解毒的辦法而已嘛 只要吸入這實話實說迷魂菸 吸毒一定會招出解毒的方法 不過呢 因為我們這個藥材有點短缺 都用一些廚房東西來代替 不知道這個藥效怎麼樣 我們先找個人來實驗一下效果 曉飛 你過來 不會吧 怎麼這種事情都拉在我身上啊 妹娘 陳曉飛 你最棒了 我是最棒的 來吧 來來來 來來來 問他一個平常一定會撒謊的問題 那我問你 普天之下 是不是老闆娘最小氣 是 我殺了你 見笑了 見笑了 上個月帳房少了三兩 是不是拿去買酒喝啦 是 但是我不是拿去買酒 是去小娘娘找春瓜 那你有沒有偷看我洗澡 有 很想看 但是沒看到 我要殺了你啊 好 好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啊 他怎麼這麼快就醒過來了 可能是替代藥材的關係 好吧 看來這個煙笑只能回答三個問題 好好把握 來來來來 繼續繼續 你頭還很暈嗎 有點暈啊 那你叫我爸爸乖兒子耶 你看看這是你 飛什麼飛 有必要飛嗎 還不是pokai 小二 下 我來看看 安全 好 幹嘛 為什麼要幫你拿著管子 這你把這管子吹怪怪的 這 下流 快點 反面 проб 我來看 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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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鬼啦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在岀望 我看我看 快煞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这个烟有成效了 可以开口大声说话了 来来来 快点进来 不要怕 吓死人了 他是不是真的中毒了 是的 他回答了 第一个问题没了 糟糕 糟糕 紧急回忆 我跟你讲的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好 等一下 太好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谁来问呢 你问 啊 糟糕 第二个问题没了 大天婆 你没事乱问什么东西 你偷了店里的钱还敢骂我 我看我要杀了你 不要吵 不要吵了啦 你们这些人很爱吵架耶 那我们不要吵嘛 不吵啊 闭嘴 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一点 可以 完了 第三个问题也没了 咋快醒了 快逃 等一下 等一下 快 我们再吹一口啊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打开 快点 快点 管子咧 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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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吧你 嗯 大口大口大 用力点 用力点 快点 快点 嗯 嗯 嗯 哎呀 哎呀 小心一点 哎呀 哎呀 擦东西 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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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放进来来 面试势 面试劈一下 好 来来来 哎呀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 程式 弄满桌都是的你 哎呀 真的爱 来来来来 ө 放 esper 可以吧还好吗 可以吗 面试劑务务 不好意思 我无心的 这面 diyorsun 完了 什么问题 完了 她已经进行啦 走chter 别 大 counters 今天 算我吸毒 因勾里翻船 既然让你们 见找了我的真面目 那就一个活口也别想料 住手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总算肯露面了啊 娘子 别再伤己无辜了 娘子 各位实不相瞒 江湖人生神秘怪客的吸毒 正是我的着内 你为什么是拙劣 我又很差吗 我又比你拙劣吗 对啊 妻子也可以交给哦 闭嘴 对不起娘子 是我说错 各位实不相瞒 江湖人生吸毒的神秘怪客 正是我的妻子 你怎么找死 感情 白天她还戴着面纱 我自然不便在外人面前揭露她的身份 用不着你帮我 现在怎么那样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两个人已经中毒了 要不你医好他们 我承认你东药用药之术天下第一无人能比 从此我刺断经脉不再是毒 要不三日后他们两毒发身亡 这客栈里所有的人都比死 我根本不想医治他们俩 这间客栈的人全部死光也与我无干 哎呦 你好狠的心哦 再毁我死定啊 可恶的王八蛋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是不会医还是不想医 我不会与你比试 不想医是就是存心放肆 那就算我赢了也没有意义 这场比试本来没有意义 对你来说没有对我来说有 你什么时候顾虑过我的感受了 如何没有 当年我毒害狠身派掌门人 你却替他解了毒 你顾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如何知道那毒是你所向 分明就是他上门求助于你 你见他朋友几分姿色 所以你就答应他了对吧 你说这什么话 人话你懂不懂啊 我 我是秉持着医者父母心的心情 不仁见人为毒所苦 不仁 相桃 你怎么可能 我不是说了 你怎么想过 对啦 你少来 当初你一天到晚跟我埋怨 说朝廷健保起伏太少 当太夫没意思 难道你就不会不忍他们 为你作苦 这个吵架的感觉还蛮熟悉的 好像在哪儿听过 你要死是不是啊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嘛 用什么话好好商量嘛 对呀 你们两个也搞太久了 我都想回家了 回啦 回来就回来嘛 我真的不想与你争吵 我带你实在让人流入客人了 我带你才去让人流入客人 两位大侠 不好意思啦 既然两位型抗力都来到江湖客栈 表示有缘 不如咱们来聊聊天谈谈心 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解决的啦 江湖 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告辞 告辞 要求 要求 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饿死了 我看我们准备一点东西 然后边说边聊吧 好不好 好不好 走 走 客官 去不去 我去 这是菜单 麻果豆腐 大辣小辣 水煮牛肉 三分五分 豆瓣黄鱼 洞庭湖的还是阳城湖的 洞庭湖 好 来啦 疯 东药大侠 你个性这么温和的一个人 你怎么会跟一个这么凶的女人在一起 讲话没大没小的 东药大侠 您可以说说 与尊夫人是怎么相恋的吗 子佑 我与师妹同门学义 虽然我学义她学读 我所学不同 但她总能够研究出千几百贯的读来考我 而我也都能一一化解 这一来一往互相切磋之间 自然增加好感 感情也越来越好 这听起来倒是挺浪漫的 本事很浪漫 后来下山我们学成 并且结为连理 我创立了华丹派 原本以为 可以开始共创美好的人生 谁知道 又差接踵而至 而且越来越接力 相爱容易相处难 就像我跟我那口子一样 就连大侠也会遇到这样子的 夫妻问题 这个问题在武力上是不分武功高低 任何人都拼免不了的 这夫妻之间的心结啊 比江湖上任何剧毒都还难解 不要 比江湖上任何剧毒都还难解 就算是我 也解不开啊 喂 东岳大侠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清楚啊 所谓医者父母心 我学医本是为了救人 没想到下山之后我救的人越多 他越是不开心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所救之人 大多是他下的毒手 这该死的笨没有死 他自然不高兴 他不高兴就找我麻烦 我也快乐不起来 上菜咯 好好好 东岳大侠 我们先出去吃饭再说吧 顺便听听吸毒大侠是怎么说的 我看我还是告辞吧 不要因为酒瓶打不开啊 就要走啊 你不要赌气嘛 你打得开 我 你开 这酒瓶 我打开的啊 好啦 我帮你们开啦 上菜咧 我只想要喝一杯酒 大侠 我是解释不救 还来 你刚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嘛 姐姐怎么教妹妹的 姐 上菜咧 原本在山上 一切都很好 没想到一离师门 她每每与我作对 我给张三下毒 她就给张三解毒 我给李四下毒 她又给李四解毒 真是太超过了 我下毒行暗处 最高境界 就是在于 让人在不自私中中毒 不行踪飘渺 但她华丹派 却日益门庭弱势 都要声名大早 你一定觉得很委屈 委屈到还好 只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我每次毒的人 都被她给救过 不当害我生意一落千丈 我在江湖上也快要不能立足 每桌几个人 三个 接不到你也在江湖混啊 你这个烂咖 我说东耀大侠 您也别这样吧 嫂子下的毒您就别解了 人家托死托活的上门求助 我如何忍心不帮他们解毒 我们原本是指线鸳鸯不信心的 恩爱夫妻 却为了这事每天吵 早也吵 晚也吵 大事吵 小事也吵 终于受不了每天的摩擦 我决定要离开她了 并非发誓 要做出时尚最难解的毒 撤离加油打败 师妹离开之后我才正悟 原来华丹派只是一个虚名 而我中耀也是虚名 一切只有跟师妹的爱是最重要的 我们却为了这份虚名 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 最重要的是 于是我解散华丹派 开始云游四海 并且不再医治中毒之人 一年下来 我也多了个称号 见死 救 你的节奏都错了 你有点背后 你在干什么 我屁股上背 你们两个 她都已经见死不救了 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男人的甜言蜜语 有时候比致命的毒药更可怕 我一心要与她挑战 她却一再闪躲不愿出手 越是这样 越让我生气 解法夫妻事情嘛 那有什么不能好好谈呢 从此我只要看到恩爱的夫妻 或甜蜜的情侣 我就想起我失败的因缘 所以 所以你就会毒害他们 而我只要见到争吵的夫妻 与要休妻之人 就会思念起我离家的妻子 所以那时候你看到我跟二娘吵架 才同意出手救那两个人 是 我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你别学我 好好珍惜你的妻子吧 告辞 你不帮我们老板跟老板娘解毒啊 师妹 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还记得一开始三十几年前你爱上我 是爱我的什么 我 当年在江湖上行走 独难治敌 所以比医术来得有用 大家都斟着要学读术 只有你坚持要学能救人的医术 我爱上的 是你的善良 小声笑容 小声就不能成熙怕一点了 江湖 江湖 青湖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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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他們兩個人解藥咧 解藥已經調配完成 那趕快給他們服用 走 解藥在此 一人三喝一口吞下 不能配水不准主角 自然見效 快吃啊 快啊 等一下 噓 冬妖 你 你怎麼會走後面出來啊 我不能去上茅房嗎 冬妖 你 我決定做回那個你愛的我 當個善良的大夫 告辭 冬妖 說話 我 我 我的孩子 我的臉子 好 好 我現在 就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毒藥 不好啦 咱要服毒 對 對 不能吃 小黑 江普頭小黑 你們來得真好 對呀 你不能自殺 自殺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嘛 這傢伙腦冒出來的怎麼亂咬人啊 這一下你慘啦 這可是江普頭的剃毒犬小黑 我看到這一輩子是絕對不可能鬆口啦 對呀 你準備跟他的牙齒度過下半輩子了 誰要你敢下毒毒我們 抬出來 你還以為我就沒有手了嗎 phenomena 不能本來的 呀 嗚呼 是啥 吶嗚 吶嗚 嗚 吶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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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小飞 你要还小飞啊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 什么 做什么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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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小飞 去找冬佑 快 沒救了 才能救 你回家拿大 我們歌賽金日書 定要四人嗎 好 你在干什麼 人又還沒死 地形公式嗎 怎麼辦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師妹 快 快快快快 回病起來難看 快快快 師妹 怎樣怎樣怎樣 快看 他的脈象極亂 所重之毒相當古怪 一時之間我也不知該如何下藥 不過照脈象看來應該是一種慢性毒 不會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只是 怎麼這樣 怎麼 怎麼 師妹 我知道你在呻吟 不過你也得大聲點我們才聽得見 這是我最後的挑戰 什麼 我現在吃的 才是我要跟你移舊高校的毒藥 師妹 你看他這樣躺舒服多了嘛 你這是何苦 何口以自身服毒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會盡全力 我們才能真正分出高下 你為什麼還要在這上面堅持 你怎麼聽不懂我說的話 我說那是虛名 你懂不懂 好 小心小心 換我問你 三十幾年前一開始你愛上我 愛的又是什麼 我記得當時你很小 年紀很小 做什麼事都信志勃勃永遠跑第一個 認真努力 好強 不服輸 這就是真正的我 你為什麼一定要試著改變呢 娘子 想過 這真是天殺的感人 來 好可愛喔 走開喔 這東藥和西爐兩位大俠 就這樣連夜的可以走了 你看我們這兒藥材不齊全是不是 當然這個東藥大俠一心想要救她的老婆 沒錯 東藥大俠 他一定一整晚都在想 那個解毒的慌話 是啊 明明就是很相愛的兩個人 為了要爭誰比較強 而破壞了對方的感情 真是想不開 我倒不覺得 他們有因此而打壞感情 爛卡 我倒覺得他們可以合作 做個生意 生意 什麼生意 麥克 老闆 是這樣的 這個吸毒大俠 就不斷地去外面下毒 這個東藥大俠就開個藥店 獨家伴售解藥 我懂啊 所以大家又不停地去找 東藥大俠 去找更新的解毒藥 對... 你說看這門生意是不是鐵鑽的 笑死啦 你真是聰明 王老六 你竟然這麼聰明的話 怎麼不想想辦法 讓店裡生意更好呢 還不趕快工作去 對... 還要死他了 幹嘛... 你不要這個樣子嘛 店裡面有什麼生意大夥 聊個兩句而已啊 聊兩句 光老娘耳朵聽到就不止兩句了 你身為老闆不以身作責 還帶來帶頭偷懶聊天 我就是身為老闆 老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火絡員工 工作氣氛嘛對不對 對 你懂什麼啊 對 我不懂 你最懂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以後店裡的事我都不要管了 以免我不懂把事給搞砸了 那你講那個什麼話 什麼話 人話 你...我... 我... 老婆我愛你啦 相愛容易相處難 世間其有完美伴 不是冤家不去守 相知相守 來路寬 要知道江湖客棧 還會來什麼人 發生什麼事 請待下段分解 江湖客棧 江湖客棧 大咖 大咖 你看到我就怕 手腳發麻 手快手腕就是比你們的最大 江湖客棧 大咖 大咖 對不對 報債 上個月這個光明頂被六大門派包了 結果我們生意發了 我真希望光明頂永遠不要被攻下來 這樣每個月都有人來 那我們就發財了 我不是為了發想而嘆氣 你記不記得今天什麼日子 八月十五中秋佳節 好日子 今天天氣不錯 晚上應該可以看到月亮 五年前的今天 我們一家三狗被仇人追殺 我爹為了引開仇人 我帶著媚娘一路逃到晚上 逃到你包子鋪門口 對了 老六 你記得今天是我們相識五週年紀念日嗎 你真的忘了 沒有 我怎麼可能會忘了 我主要就是要給你個驚喜 少來了 你忘了一乾二忌 這五年來你沒一次記得的 相識五週年的紀念 這個是喜事 我們應該好好慶祝的 幹嘛要叹氣 這一天對我是個悲喜交雜的日子 跟你相逢雖然是件喜事 但今天也是我爹失蹤五週年紀念日 一想到我那生死未博的爹 你教我怎能不欣傷呢 你放心 你爹的這個詢人歧視 我們貼了好幾年 總有一天會找到他的 老六 我始終有個疑慮 你不是把我爹畫得太簡單了 你不要這樣想嘛 心誠則靈嘛 對不對 要用心畫 這個畫像才能夠感動人 而且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 總有一天可以找到你爹臉 不是說 我不是說這個 我還好 我在擔心的是媚娘 媚娘 那時候年紀輕 她的印象中 她的爸爸應該就是長這個樣子吧 不是這件事 我是擔心說 媚娘她知道的是仇家是誰的話 她一定會出去尋仇的 妳知道仇家是誰 當然知道 就是忍成天山黑風上 快一點 我一直很擔心 要是媚娘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 必然會去找仇家報仇的 你看看 為父報仇 慘遭毒手 年輕女俠命喪刀下 你看 她還把女俠被亂刀砍殺的圖給畫出來 畫得不錯 什麼畫得不錯 今天江湖報紙 越來越沒有道義 那這些 這些亂七報仇都畫出來了 我呸 他們曾經報道過你的緋聞啊 你說什麼 沒有 老六啊 我跟你說 不管怎麼樣 你千萬不能讓媚娘知道 今天是八月十五知道吧 這個你放心 俗話說得也好 八月十五雲遮月 正月十五雨打燈嘛 今天雖然是中秋節 搞不好也看不到月亮 就不曉得是中秋節了 幹嘛要我騙她 我不是要你騙她 你這是在救她你知道嗎 你看看 這報紙上面每天都是打打殺殺新聞 江湖險惡 你忍心讓你的小姨子去涉嫌嗎 你想想看 如果哪一天你早上起來 看到報紙 在我紙上面圖畫是媚娘 我想不下去 我想不下去 唉唷 好啦好啦 我盡量幫你忙就是了嘛 就這麼說定了 兵儀劍四百九十九輛 君子劍五百八十輛 白龍劍九百輛 怎麼現在兵器都這麼貴啦 哎唷 媚娘啊 你要整天報了這本江湖購物行路 女孩子家居點針線活 不是挺好的嗎 唉唷 姐姐 在江湖上混喔 一定要防身的武器才可以 哈 上次把逼泥劍 就覺得跟我是健身一對耶 姐 你看 她的劍俏的顏色 是不是跟我衣服很合 不合不合 一點都不合喔 你要找合的話 姐帶你去五分埔買 女孩子家 不要整天亂花錢買這些東西 要是可以領想錢就可以去買 姐 今天是不是花想的日子啊 不是 姐 那今天幾號啊 我不知道 姐夫 今天是幾號啊 今天啊 今天是 什麼日子都是 就是不是十五號 十五 奇怪 姐夫怎麼知道 我是不是要問今天是花想日 美娘啊 今天是不是花想日 一點都不重要 對 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不是中秋節 上菜就上菜 六周 昨天晚上 我就覺得月亮挺圓的 今天是中秋節吧 當然不是 怎麼會是中秋節呢 是你姐夫想吃烤肉想瘋了 她亂說話不要理她 可可 您的菜來了 借我看一下 不用上班就上班 看什麼報紙去 去工作 老六啊 六周還要一盤紅燒肉 姐姐跟姐夫 到底在玩什麼法戲啊 老妹娘 我回來了 老師 妹娘 你看看 幾天不見 越來越標誌了 小飛不在吧 對啊 有些話 那我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講 你也別怪我碎嘴 好 小飛這個人啊 像書上說 他嘴唇厚 骨絲頭短 黃鼠狼之下 你要特別小心他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啊 我不是回家鄉嗎 我想說帶一點柚子 還有月餅 大家來吃一吃 應景嗎 是不是 吃月餅應景 姐姐 你剛剛不是說 今天不是中秋節嗎 當然不是啊 老六 頂著 什麼話 做姐夫了 怎麼好意思頂著小姨子 頂 有想到哪裡 妹娘 我來 我來 我先吃點 這個 吃月餅 不一定是在中秋節 那中秋節 也不一定要吃月餅 那這兩者有什麼關聯呢 應該是 這樣你懂了吧 非常清楚 完全聽懂 如果你不想妹娘的畫像 出現在這上面 就好好的跟我們合作 一句話 赴湯蹈火在所不止 很好 這怎麼能呢 妹娘父仇心切 嚮往江湖行上一行 到底妹娘能否報復之仇 江湖客棧又出什麼新鮮事呢 下週請繼續收看 江湖.com之俠客行不行 觀看 你們我在說 也是 為何 觀看 сп 嚕 不敢打擾平手 是誰笑臉藏藏 連貫四面五頂八方 打擾沙 用美頭來唱歌 什麼是真的逍遙啊 剩個牧林 心風雪雨 就割成我們的江湖 準備動一想撤 什麼是真的逍遙啊 剩個牧林 心風雪雨 就割成我們的家族 剩個牧林 心風雪雨 就割成我們的家